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哥 今天我们来欣赏这个橘色光飞的一个投稿 他认得是与之不斑 我们看他的进取操作 先是一技能起手 把对方的 鸡脚龙和鬼家打到了 然后一个轮角风风 他给吹起来了 然后对方跑过来 没有打到 而是跑的动用是很快 但是一个都没打到 然后他又一个一技能又打过去 没打到 对吧 然后背手就是一个二技能 没有扔到 我们是在PA打到了 打到去上 这时候他又开始 诶 钩了个弃拳 这方跑掉了 再来一个A技能 好像又打到了 没打到 但是也没 这样子站在那里就能骗替身 也是厉害的 只要40个人 花了一百A千条信息 这是什么信息 要花一千条 回都要回半天 对吧 抓过来再平A 这方好像没有替身 这时候一分一秒钟 然后替身一下 然后再来 看这个 鱼日波斑也替身 然后回首就是一技能 然后把对方打到没有替身 然后对方五代水影 看一下 这是直接大招 把它终结 没有 没有开大招 一技能 把它卷起来了 卷起来之后 再平A 抓起来 再拼一下一下两下 是吧 因为这方没有替身了 要只能 让 留这个鱼日波斑 楼灵 毕竟是 S人 是吧 想怎么楼就怎么楼灵 好干 好可怜 这个平A 落地之后 马上又 他怎么打到这种程度 是吧 宽落地的时候 然后把他打的那种 占战力的姿势 反正我是玩不来这种套路 打过来 一二三 刷过来 哎呀 这套又来一个信息 一二三 回手 掏 再抓 再平A 就这么把人给玩死了 对方都可以直接退出了 我看 这么耗时间 差不多两分钟 都要被他这样子 无限的连到 这是展现无限连 还是非常秀 快落地的一瞬间 再来一下 应该再一个一技能 反手就是一技能 大招都没丢一个啊 现在打万化虫 佐助 万化虫 佐助应该比较危险 你看看怎么 对方有霸体哦 对方霸体没开 好像啊 开了 霸体开机 然后 哦 居然错边了 哎 一二 技能都没打到哦 然后又换了一只鲨鱼 这时候看 宇治波班的表现 一技能 然后打到了 这下尴尬了 好 宇治波 这个宇治波佐助 基本要完蛋了 刚才五代水影 已经被隆鱼一方 这个时候 佐助也是同样的套路 被这样的灭啊 1 2 3 4 1 2 3 打4下之后 往回刀 再拍 5 刀 信息出来一下 有黑皮 信息就来之后 还会卡了一下 有点慢 最后一秒钟 开大招吧 直接奥义终局 来 顺便来 奥义方面 终局 可惜他好像都不使得开大招 最后一直把人家给玩死了 最后一滴血怎么打半天 还打不死 这奇怪了 诶 这是bug吗 最后一滴血打不死 发生了什么情况 所以本来应该早就打 打败了 竟然打了 时间结束 好奇怪